我答应过你 你这一遍 要陪你走到最后一日 有不知何事才能再见 先生 先生 今天可是出席 自从抗战以来 投入到抗日活动中 回家属难见不合计 上海地下的很久 我们的城市要走 打光了那么多步 但我们也从来没有退后一半 等我结报 咱们回头慢慢聊 但我还有一个心愿 没有完成 如果有了还生无法 再见 战区今天咱发来的电报 知道咱的真是什么吗 战区没打 我们守得的是一千尊粮食 就先把自家粮食回来 那是一千尊火鸭 这事我不好说 你们共产党开始办吧 我只想一直在你身边 保护你一辈子 多少人家的孩子都舔进来了 回来呀 周杀 我们都可以死 哪怕是战斗行程 中国人骂的是卖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会面临着 但是我们也无选择 我们的枪口 以后会对着人 战匡们 我们都无法原谅 疑惑 无论亲情 爱情 我都是一个轻点双规人 大阁所说的这么很多物理想过没有 只有一线生机的时候 我能够相信 就只有你 你是家园 你是新人 我们都没有辜负这次城市 我们生于死长于死 将来也要卖一次 反正人的一生 都是在世界和自己当中寻找人的平衡 这儿 湖畔旁 属于你就是你的家 我把我所有的选择都做错 每一位患者都得到有必要的选择 我愿意都是身在你这边 有麻烦 记得找警察 我的人 队长 让我进去 怎么出去 怎么回来 无论节目 无论过程 或艰难 我们都会在你身边 我先放下 对不起 你对我太残忍了 我再帮你做最后一段时间 对你自己更远 可是我不是英雄 我是一个凶手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 我不该活 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答应过你 要陪你做到最后一生 你虽实现 我却不能失严 天下风云 大多累死 这一代一代的人哪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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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ory install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